贸易问题不能靠政府解决 不能靠中国美国政府解决 而是要靠市场解决 这是美国的一个共识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解决贸易问题 甚至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问题 都是很低效的 效率很低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 不像是市场 在市场上面大家都为了赚钱 政府的行为是不是为了赚钱的 所以它效率很低 我举个例子吧 就像大家谈到的 就是中国和美国呢 现在已经决定了 要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但是呢 现在没有这些基础建设 就是把这些设备呢 能够把这个气送到中国 所以现在大家在想呢 就要投资一大笔钱 几十亿上百亿 然后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数位管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 二十年里面 花了大笔的投资 建了一条 从俄罗斯到中国的那个数据管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说 那你怎么办 你就把这个中俄数据管 就把它灌了 是不是 你好好已经有条数据管了 你还要再建一条 从美国到中国的数据管干什么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呢 这种新闻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呢 政府新闻是可以发生的 为什么呢 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 所以说的话呢 从长期根本上呢 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呢 不能靠政府 它是很低效的 而只能靠什么呢 只能靠美国公司自身的竞争力 在中国的竞争力 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呢 就是一定要从法律上呢 保障美国公司 在中国的合法的竞争的权利